众所周知 曹操是一个疑心病很重的人 甚至为了保护自己的安全 自导自演一出梦中杀人的戏码 然而即便如此 还是有两个人深得曹操信赖 一个是主虎过剑 被曹操称为恶来的点为 还有一个就是跟点为实力不分上下 虎吃许楚 点为在张秀造反时壮烈牺牲 曹操的心腹护卫就剩下许楚一人 可这魔一个既忠心能力又强的人 为何突然在曹操死后销声匿迹了呢 陈寿对许楚的评价为 楚性谨慎奉法 致重少言 意思是 许楚这个人性格谨慎 秉公奉法 只在乎要做什么 从不会多说一句话 这种性格配上勇武的体格 自然深受曹操信赖 曹操死后 追随曹操大半辈子的许楚痛哭吐血 一方面是知遇知恩 更多的是在战火中深厚起来的友谊 君臣之情可见一般 后来的许楚并非销声匿迹 他甚至在整个曹氏家族中都备受信赖 曹操称帝时 官拜五位将军负责管理禁军 可以说曹操把家族老小的安全问题 全部交给了许楚 等到魏明帝曹锐即位时 再次加封许楚 并连同他的孩子一并封赏 之所以会给人销声匿迹的假象 是因为天下屈污平稳 原本割据的军阀已然被位属三家整合 曹操及其后人不用像曹操那样征战四方 许楚自然也不用跟随主军护卫仗前 史书便也不会再有篇幅去记录许楚的情况 许楚之所以折磨受曹氏宗族的尊重和信任 完全在乌他出道极巅峰 在黄金之乱的时候 就以金斩露出了头角 更不用说其数次救过曹操性命 东汉末年先是石长式祸乱朝纲 紧接住就是百姓苦不堪言 黄金起义爆发 当时的百姓夹在黄金贼和官军中间 黄金贼烧杀抢掠 官军真正讨伐黄金的也屈指可恕 简直是一丘之和 所以摆在百姓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狗活 要么加入黄金贼等将来被清算 许楚偏偏开辟了另外一条路 他聚集了亲朋湘勇千人 修筑防御攻势 阻挡贼兵 最大的一场战役 就是汝南葛碑静默人的贼兵 攻打许楚家乡 这磨一个人树压制的情况下 许楚丝毫没有胆怯的意思 坚决和贼兵硬碰硬 熟悉历史工程战的朋友都知道 守城一方居高临下 多以弓箭和墓室攻击墙下的敌军 许楚也是如此 只不过他是以一人之力 用石头砸得贼人人养马翻 很难想象 一个没有接触过正式战场的乡野之人 居然能想到构筑防御攻势 并动员男女老幼居高退敌 可见许楚的军事天赋也非同一般 贼兵虽重 可是没有经过专业训练 心智上也比不上宝家的乡民 根本攻不下来 只好放弃了包围 退到一定距离安营扎寨 贼人的想法很简单 困死许楚等乡里粮食消耗殆尽 看许楚还有什么能耐 果然 没过多长时间 许楚就服软了 他假意与贼人讲和 想要用羹牛交换粮食 毕竟所有乡里乡亲都在防御攻势里 没人种田 没人收割 用牛换粮食是理所当然的 贼人就是这么想的 直到他们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牛是牲畜里最有灵性的动物之一 当贼人与许楚做好交换并迁 走耕牛的时候 一个不留神 那耕牛居然独自跑回了许楚这边 许楚二话不说 抓起牛的尾巴就往贼人的方向的走 硬生生将牛脱了百叶布 贼人见状惶恐不已 纷纷远离此地 再也不敢危害乡里 许楚投奔曹操后 曹操将其与凡快相提并论 凡快就是刘邦最大的保镖 由此可见曹操对许楚的定位极其清晰 作为保镖 许楚的职业敏感度有多强呢 许优从袁绍阵营投奔曹操后 给曹操出了不少主意 也使得曹操从劣势转为优势 火烧乌朝粮仓 一举击败了袁绍 从此许优自视功高 话里话外都充满助讥讽 对曹操很不恭敬 原本身为护卫的许楚 就很讨厌有人说曹操奸话 偏偏这个许优还敢为抗敬酒令 大肆鼓吹自己的功劳 曹操睁一祸眼 闭一祸眼 不好去说什么 但是许楚不会放过侮辱曹操的人 一刀斩了许优 害了曹操清静 事后曹操虽然表现得很难过 也惩罚了许楚 但不得不说 作为保镖 许楚打心底 知道曹操想要什么 以及担心什么 他做了曹操最想做的事 还替曹操背了黑锅 可见许楚并非只有勇武 心思也注实细腻 许楚一辈子救过曹操三次次 第一次是关渡之战 徐他想要刺杀曹操时 原本休目的许楚 突然返回斩杀了贼人 第二次和第三次 都是在曹操征讨马超 寒碎的时候 曹操被马超追赶 许楚将曹操抱上小船渡河 在敌军末箭齐发中 徐楚一边驾船 一边替曹操遮挡箭雨 等到两军休战之际 马超趁住曹操和寒碎谈话 准备偷袭曹操 转眼一看 徐楚怒目而逝 便不敢再轻举妄动 其实抛开徐楚 对乌曹操的个人情感 徐楚忠心的 更是自己的主军 曹操逝世后 曹丕继位未亡 曹丕速来忌惮曹植 中乌有一天 曹植酒后胡言乱语 被曹丕抓住了把柄 命令徐楚将曹植抓来 徐楚二话不说 直奔曹植所在的林姿成 首将以公子富贵为由拒绝娇人 徐楚一怒之下 力斩首将 竟成十一路 无人敢阻拦 将曹植和其他醉醺醺的狂士 纷纷捆绑带回许昌 一点不念贵贱之别 很多人都会有疑问 徐楚既然和曹操感情如此深厚 怎会对曹植这魔不留情面 这就是陈寿所说的谨慎奉法 他是中乌曹操 可他同样中乌的是曹魏 如果坐在主军位置上的是曹植 那么他也会毫无顾忌地 把曹丕五花大绑 综上所述 如此有公乌曹氏的徐楚 不可能真的销声匿迹 曹操对为保护自己而死的典威 还能年年祭奠 又怎会不好好对待徐楚呢 总之 徐楚的结局是好的 他晚年仍然尽心竭力地辅佐自己的君主 最后死在自己任职期间 令魏明帝曹锐十分怀念